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段生活简直是风马不相及 但如果你细心去考量 这卷书真的很丰富 而且对我们生活上很大的帮助 这卷书教我们如何圣洁 如何向圣洁 The Way to Holiness 第一集是利未记1-7章 我用这个分题就是 大戏是如何练成的 以前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华山伦剑》 其实是出自蛇雕英雄传 其中一个主角黄逸华扮演郭靖 他的武功在《华山伦伦剑》的时候 其实已经去到很高峰 但你看回其实他是由以前 江南七怪、黄蓉、红七公等等 将他的武功提到最高的地步 其实是他生活上一点一滴积出来的 尼未记说欠五制 饭制、数制、平安制、负责、负责 这五制其实是日伏日、连伏日 这样一滴积出来的 今天我们庆幸就是不用拿牛羊来见牧师 但欠制这种原则很重要 就告诉我们 我们就是要成为一个顺服的人 如何每一点一滴地顺服 一点一滴地遵守实际律法 欠五制就是一种基本功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在顺服方面 在遵守律法方面 如何做得最好 如何将平凡变为不平凡 我们日常所面对的 最多都是饮、食、住、行 世界最最有钱的人 他同样都是着苦 更权威的人 同样都是会死亡 我们都是面对日常生活的事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 献上活制 所以弟兄们 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制是圣结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是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 这个活制就告诉你 你平时如何面对众伤你的同事 你如何对这个世界很不顺利的事 你如何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风法 如何面对名、利、色 如何从生活小节跟从耶稣 这个就是活制 所以说大气是如何练成的呢 其实就是从生活 点点滴滴地学回来的 今天用一题思考 究竟生活上 有什么点滴 还未跟从耶稣呢 还有没有东西 还未跨越去信服耶稣呢 哦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